歡迎收看有小老師平底教數學 那我們來到了第二側第一章 我們要教這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其實我們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知識 在上個學期最後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學了一部分了 一個是化解多項,一個是求值,一個是解方程式 但你也可以把方程式解出來的東西帶進去求值 那所以同樣的在二元一次裡面呢 我們也會有化解多項式的部分 也會有帶進去求值的部分 可是因為這兩個部分的這個知識 其實就是我們一元一次學到的那樣子 就是去整理嘛 我們一元一次說化解是有X的一項 然後沒有X的算一項 那在二元一次裡面就是有X的算一項 有Y的算一項 都沒有的,常數的算一項 所以有關化解的部分和求值的部分 我們用兩個立體練習完了之後呢 就帶過了 就不做太多的練習了 因為其實包括學校會教 而且包括我們後面的計算 也都會用到化解和求值 所以我們來看這兩題 第一個要化解這一個 它變成這個5Y-2X 然後要注意喔 這個減號 要帶進來這三項都要有 所以 減2分之2X之後 減2分之加3Y 所以是減2分之3Y 再減2分之3 所以是減2分之3 減6 所以有Y的這項是5個Y 這項是減2分之3個Y 所以總共幾個Y 5減2分之3 2分之10-2分之3 2分之7個Y 有X的呢 是這一個 是負的2分之2X 2分之21嘛 所以是負X 加 正的2分之7個Y 減6 這個就是它化解的結果 如果2X等於3 Y等於-3 請問3X-5Y加2等於多少 那就是把這邊的值帶進來 我在這裡呢 Y等於-3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這個Y就是-3 所以是減5個-3加2 那X這邊呢 我特別留了一個 它是一個簡單的方程式 如果2X等於3的話 那這樣子X等於2分之3 X等於2分之3的話 這個值會是多少 所以X用2分之3帶進來 乘以 這樣子 那這個上一個學期的 就是一元一次的部分 我們有說明到前面等於算是一個前提 如果這個成立的話 這個值會是多少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解開 這樣子 那帶進來的話 它是2分之9-5加2 所以是17又2分之9 是212分之1 可以嗎 21.5 那就是這一題 那就是透過這樣子呢 讓大家了解到說 這個是畫簡 這個是求職 那大家在這裡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聯力的符號 這個聯力的符號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來大家把這個筆記本拿出來 我們已經 很久沒有拿出我的筆記本了 是因為我都印在紙上 但是其實很多東西還是很值得插在筆記本裡的 把這個寫起來 聯力符號的意義 這就是那個聯力符號的意義 那聯力符號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寫這個and 和 中文講且也可以 且 and 又 都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或者說這個 若 簡單來說就是說呢 這個聯力記號裡面 這一條要為真 就是這一條要成立 這一條 第二條 聯力記號裡面的第二條 也要成立 那這兩條都要成立的時候 通常沒有做其他的說明 他可能是要求解 這兩條都要成立的時候 這個解會是什麼 這個是聯力的意思 那其實聯力本身不見得是求解 但是也可以 通常會有這個意思 聯力本身的意思主要就是這個 和 這個 又 這個 這個 而且 這個 比如說什麼呢 像這一題 如果 2x等於3 而且y等於-3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先了解 在我們開始計算之前 要先了解聯力的意義 接著 再來在你們的筆記下面呢 寫這個 代入消去法 然後 把字寫大一點 或者像我這樣子稍微控一下 代入然後消去法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要控呢 就是要說明 代入消去法的重點 當然他的特色是 他是代入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再教 還有另外一個家就加減消去法 但是其實他的重點在消去 消去是他的目的 代入只是他的手段而已 所以像我這樣子把他標在下面 消去是他的目的 代入只是他的手段而已 有男生想要追 海上的女生 追來當女朋友 這樣子 那要如何的追求他呢 追求 是你的目的 追求 那你的手段是什麼 情書追求法 寫情書追求他 或者你也可以用什麼 早餐追求法 送他早餐追求他 或者你也可以用什麼 這個 還可以怎麼追 那個 幫忙寫作業 作業追求法 給他抄筆記 作業追求法 對不對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追求他 死殘亂打追求法 每天跟他上下寫 想辦法跟他做到同一班公車 進水樓台先得月 公車追求法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些方式是你的手段 你的目的就是要去追求他 所以我們今天來學這個 代入消去法 消去是你的目的 但是代入是你的手段 為什麼要分清楚手段跟目的呢 就是我們不久後就會教大家 手段是不拘你的 如果今天你要追求一個女孩子 你一定只能寫情書嗎 不定啊 你也可以 同時寫情書又送早餐 你也可以早餐裡付情書 如果早餐不收的話 好歹收下我的情書吧 這樣是搞反了 應該是說 如果情書不收的話 好歹收下這份早餐法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這個到底 我們那個學生 在學這個單元的時候 有的時候 老師介紹完代入消去法 題目算算算算算 老師介紹完加減消去法 題目算算算算 後來等到學生要用的時候 他會莫名其妙困惑一個 在老師看來很沒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學生會想說 嗯 你又沒有跟我說要用代入消去法 還是加減消去法 那其實呢 總而言之 你就是消去就對了 你要怎麼用 不重要嘛 對不對 手段只是自由選擇的 只是在剛學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一個學 先學代入消去法 再學加減消去法 但是其實在使用的時候呢 是混著用的 那這一點跟那個老師們 還有家長 就是要交小朋友的話 一定要提醒他們這一點 不要在那裡困惑說 那我這題要用什麼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代入消去法呢 這個代入消去法 我們舉這個例子 爸爸的年紀是小明的三倍多四歲 小明的年紀是爸爸的四分之一 多兩歲 求兩人年紀各多少 這題我們是不是好像在哪裡看過 在那個一元一次方程式裡面 我們那個時候說你有什麼 幾個不知道的東西嘛 一個是小明 寫名 一個是爸爸嗎 然後怎麼樣 爸爸的年紀 是 我們說四有為比 就是等號 所以爸爸的年紀是小明的 乘以三加四 三倍多四歲 小明的年紀是爸爸的四分之一 加兩歲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們說什麼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射小明為X 用掉一條方程式 把爸爸寫成3X加4 這個有沒有問題啊 希望到這裡的時候 你們這個步驟已經可以很順利的做出來 把這兩個都帶進來 其實老師在教一元一次的時候 我有留意就是要不要選用一些 我們沒有正式學到的名詞 比如說你看我會講到這個 把這兩個數字帶進來 那這個就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一元一次學的 這個方法去計算的方法 就是代入下去法 所以我才說我們有一部分已經學完了 這個部分 代入下去法其實我們已經教過了 把這兩個帶進來 那 於是這條式就會變成是這個 X等於四分之一 乘上3X加4加2 求解 那我們在二元一次裡面 如果大家還有影響 我們在一元一次裡的時候 我會說這個思考的部分 不見得要寫在考卷上 你可以寫什麼 這個射小明為X 則爸爸為3X加4 然後這條就是方程式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時候有說 因為老師不見得希望看到你 寫這麼 就是有 他這樣等於是兩個位之數 那也就是我們要把一個 實際上有兩個不知道的東西 的這種題目 衛裝程式 只有一個X 那現在就不需要衛裝了 大大方方的使用兩個位之數吧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在二元一次裡面 他的算法就 反而比較簡單 所以有很多人 其實會覺得二元一次 比一元一次簡單 因為實際上這些問題 都是超過一個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 如果這題在二元一次裡面 我們就射小明 今年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有說 射盡量射的有意義一點 就是這句話 盡量講起來有意義一點 不要什麼 射名為X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對 射小明今年X歲 則 那想要少寫幾個字 這種偷懶之心 人間有之 所以我也會想要偷懶 擇爸爸 點兩點 跟上面一樣 Y歲 所以我就不需要 先 用這個名跟爸 這樣子去想 我直接把小明射X爸爸射Y 所以我這邊這個式子 就直接寫在 那個答案欄裡面 這個就是我列出來的方程式 一個是 Y等於3 X加4 一個是 X等於四分之一 Y加2 好 那所謂代入消去法 就是這一條 我已經整理成 Y以X表示了 所以把這裡面的Y 用這個來表示 所以 好 這個是第一式 這個是第二式 那下面會寫這個 我寫來上面這裡 不好意思 這個 把第一式 代入第二式 這樣子會得到 X等於四分之一 一個括號 3X 加4 加2 就是我們剛剛寫這條 藍色的 那求解X 這個就是代入消去法 消去什麼 消去位之數 把兩個位之數 消去變成一個 因為我們在一上學了這個 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所以我們如果有遇到不只一元的方程式的話 很簡單 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元 怎麼做 把另外一個 匯之數 以你設定的那個X 以X來表示 但你也可以把X以Y來表示 對 那帶進去 所以帶入是我們的手段 目標是消去 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這裡有兩個立體 這個2X加3Y等於5 3X減Y等於4 好 那來算算看吧 來算算看吧 在學生在算的同時 我們來 介紹這個 我們上 上一個學期最後 跟大家介紹了兩次 如何去欣賞一幅畫 我們說在技法的眼鏡裡面還關聯到 他是要寫實還是要寫意 也就是說後來的畫家開始覺得 我不一定要畫最真實的東西 因為最真實的東西不見得好看嘛 那他或者是說他開始檢討說 我到底看到的是什麼 我真的看到的是 你以為你看到的是白色 你真的看到的是白色嗎 不見得 那他們可能會用一些其他的技法來傳達特殊的意象 這樣子的這個對什麼才是美 或者是說什麼才是一個畫家該做的 的這個省思 後來研發出 對 就是慢慢的發展出這個 一個新的思維 他們認為其實畫家呢 重要的是什麼 畫家最重要的不是畫的像 而是要畫的漂亮 那怎麼樣才會漂亮 就是 顏色的布局 要有一個好看 所以他們認為其實就是 後來的一些某一個時期的畫家認為 畫家的 這個職責主要是在布局顏色 所以像我們看這一幅 這個是賽上的圖 賽上在畫這個山脈的時候呢 我們上一次有介紹過他使用色塊 方 這個 方塊方塊 不是方形的啦 就是一塊一塊的色塊來取代 寫實的細膩的筆觸 那他不只是 純粹要這樣子做好玩而已 而是他是覺得說 像比如說這一幅山 你覺得好不好看呢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好看並不見得是要真實 如果他這裡真的畫一棟房子 搞不好就沒那麼好看了 這裡真的畫一個屋頂 藍藍的屋頂也不見得就有那麼好看 所以他會覺得說好看這種東西呢 有的時候越細緻不見得越好看 反而是一些色塊分佈在這個位置上 這裡一塊藍藍 紅紅白白 這樣子 綠綠 蠻好看的 所以他把自己這個畫家的工作定位在去 這個設計這個布局 顏色的布局 世界上的這種思想 於是就開發了 開啟了 後代很多的這個 我們認為現代藝術的作家 你看像這一幅 這個是馬蒂斯的作品 那 看起來就像小孩子剪貼 事實上這幅作品真的是剪貼的作品 然後這個 那我叫我小孩子來做就好了 那這個畫家認為 為什麼我的剪貼作品值得被稱為是傑作 而你們家小朋友做的不見得是傑作呢 就在於說呢 其實雖然這是一個剪貼的作品 可是他不是隨便剪一剪就貼了的 他很細心的去布局了這整個畫面 看起來讓他充滿同趣 也就是說你看起來覺得是充滿同趣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畫家隨便亂畫的 這個是他們認為畫家要做的 他要去布局一個畫面 讓他看起來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我們上次有說什麼是藝術 用別人沒有用過的方式來呈現一種 沒有被呈現過的感覺 那 所以他呈現了這個同趣的感覺 那他很細心的布局了這些色彩 所以這就是一個成功的藝術作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所謂的立體派 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藝術大師畢卡索的作品 畢卡索呢 他常常會畫一些你看起來好像是畫失敗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強調一下 這些人他之所以他的作品會被別人尊敬 是有一些道理的 畢卡索他在14歲的時候 講明記錯的話 他在14歲的時候就拿到了 那個國家級的繪畫的大獎 就是他擊敗當時的專業畫師 他的作品 也就是說 一個14歲的小朋友畫的已經比職業畫家還要好了的時候 他活到了60幾歲 這麼漫長的時間裡呢 他不斷的要超越他的寫實技法 所以他會開始想一些 其實這樣不夠好怎麼樣才夠好的這種問題 那這個現代的藝術作品裡面 有的時候會摻進去一些 創作者的哲學的想法 比如說畢卡索認為 畫應該要能夠突破 因為在畢卡索那個年代 攝影技術已經發展得挺不錯的 所以他認為說畫家要能夠有所突破 要傳達出更多的東西的話 他要做出以前人的畫做不到的 或者是攝影技術做不到的事情 那他 不只是他 應該說包括他在前面 在他前面的畫家有一些人 開始想要試著在畫中出現立體的感覺 那他們用的方式不是我們所謂的透視法 那樣子都還是平面 就是你只看得到這個物體的正面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有熊老師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辦法看到我的後腦勺 沒有 因為你今天看到的螢幕 攝影機都是一個平面的 如果你有辦法在這個螢幕裡面 同時看到我的後腦勺 這就是一個這個攝影技術的成功 所以今天那個畫家他們可能會想要說 我要表達一個立體的 我要傳達出這一整個被畫的物體 他的立體的感覺 甚至他可能想要傳達他的這個時間的演變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人像 你會看到他鼻子的部分 這裡其實是側臉 這裡其實是比較偏正面 對不對 你看他這裡 又比較偏 又比較偏正面 所以他這個臉有一部分是側臉 有一部分是正面 他的人是正面的 他的手有沒有看到有一段在這裡 有一段在這裡 有一部分的手指頭在這裡 後來又在這裡了 那他可能是要傳達一個 我要透過這一張畫給你一個立體的感覺 那也有可能是要透過這張畫傳達什麼 我在幫他畫的時候 他的人在動 他一開始手摸這裡 後來又摸這裡 後來又摸這裡 這樣子 所以我這張畫呢 不只是傳達了這個人 我還傳達了他在被我畫的時候 他整個人的立體的各個面向 或者是他在動的這個過程 我用平面來傳達的 那當然 這個畫家的 基本的責任 就是他要讓構圖好看 然後他要使用這個 適當的技法去做繪畫 好 那來看一下 這幅畫是這個 克力的作品 那這幅畫你就可以看到我剛剛所說的 當畫家覺得他的責任是分布一個色 把色塊分布在一種很美的感覺 或者是一種特殊感覺的時候 這幅畫叫做黃昏之火 有沒有感覺就是 就好像在荒野上面 看到一個夠火在那邊燒的感覺 他不用真的畫荒野 不用真的畫夠火 他把色塊分布出來 就可以傳達那種感覺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畫家的成功 那 如果你也有從這幅畫裡面 感覺到這種感覺的話 那就代表他的確是成功的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名作 那這幅畫你有感覺到他是這個 主題不給你們看 你覺得他在幹嘛呢 他的題目叫做和諧的戰鬥 那所以我必須說有時候 像這樣子的思考 他有的時候是成功的 就是即便是知名的畫家 他也會有被一般人看得懂 和被一般人看不懂 和即是被即便是其他藝術家 也看不懂的作品 所以這個 就這樣子的角度去看待一個畫 後來也引發了一些形式 在這裡先給大家看這個作品 這是有名的米羅的作品 他也是利用他的這個繪畫的方式 他對線條對色塊 他這個掌握得很靈活 於是發展出了自己的風格 表現出一種 人家說米羅也是一種同趣 就是很像小朋友的這種浪漫天真的感覺 他就是表達這種感覺 那我必須要再強調一點 你看起來好像小朋友隨便亂畫的 可是這些作品都是畫家他精心布局的結果 這就是我剛才在說的 當畫家他把他自己的責任 歸類到說他是要去布局顏色 他是要去傳達感覺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傳達失敗 甚至後來有一個畫 有一個主義他的這個畫家的想法是 他是要傳達這個作畫的過程 我們有時候會在電視上看到那種 就是一張白紙上面 然後啪啪這樣子幾條畫過來點點點點 這樣就說這是畫 那這樣子的藝術這個布局到底美在哪裡 有的時候搞不好作者想要表達的是 他在作畫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最後很有可能這個感覺 很有成功的傳達 那他這樣子的主義 這樣的思想會被後面的藝術家檢討 於是就跑出了補藝術 他認為說我們應該要用 一般人看得懂的東西來做題材 所以他這個很有名的瀑布藝術大師 安迪沃河 他把瑪麗的夢露複製了25次 套色之後複製了25次 就當他的藝術作品 然後這個是他更驚人的創世之作 這裡面你們也看到的這個 都是一個康寶農湯罐 那就是一個罐頭 他把罐頭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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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起來 就是一副作品 那這樣子到底是美在哪裡 其實我就說有的時候 現代藝術他是在傳達創作者的哲學思想 那不知道你能不能認同呢 2x加3y等於5 3x-y等於4 這樣到底是多少 我要強調兩件事情 要跟那個看影片的家長和老師們說 你們在教學生的時候一定要 第一 要趕快要修正學生有這種早整速解的壞習慣 3x加2x加y等於5 是不是1跟1呢 如果是1跟1的話 喔不是 這樣子 我們必須說沒有人規定答案一定是整速解 所以這一點老師也很重要 就是以往的老師們會喜歡在出這個二元一次問題的時候 會喜歡把題目出成整速解 他們會覺得這樣子算是自己出題很細心喔 我的想法不一樣啦 所以我假如留作業給你們 你會發現我的作業答案都很醜 因為事實上本來就不一定是整速解 那如果我出整速解的答案 變成學生他依賴找整速解的方式去找 還可能會對 這樣子的話就 我覺得不好 反而變成繼續保持他這種怪習慣 當然找整速解不能說完全是不好的行為 因為他是一種自力測驗的過程 就是磨練自己對數字的敏感度 他不全然是不好的 可是你要知道他並不是一個真正好 真正的這個比較好的思考模式 你如果一直保持早整速解的習慣 你後面的數學會一直學不好 因為後面的數學就是會一直沒有整速解 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啦 改變他們早整速解的習慣 那所謂這個 腳往過正 我們有一陣子都不出整速解的題目 之後還是偶爾會出 就是讓你知道說不是總是要找整速解就好了 然後就割著了 來看所以像這一題呢 我們剛剛說代入消去法 那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 我要怎麼去代入 我剛剛說要把誰用別人表示 我可以把Y用X表示然後代入 我也可以把X用Y表示然後代入 都可以 那怎麼決定呢 其實不是說都沒有準則的 有一個準則 就是這個 我們一般會去 我自己 我會去找這個 係數是1的 不是說Y是1 Y的係數是1 有沒有 減一個Y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要做代入消去法的時候會比較快 就是我把這條四值的這個減Y 弄到右邊去 就是等號兩邊同加Y 然後同減4 所以我會得到3X減4等於Y 然後2X加3Y等於5 這樣我就可以用這個代進去 所以2X加上3倍的3X減4等於5 所以9X11X減12等於5 X等於11X等於17 X是11分之17 Y是 那這裡3X減4等於Y 所以代進來 11分之17乘以3是11分之51 減4 11分之51 減44 11分之7 可以嗎 這樣就解出來了 答案是 X等於11分之17 Y是11分之7 所以在剛才這個 代入消去法的底下 我們寫代入是 代入是一種手段消去才是目的 我要選 我要怎麼選代入誰 誰用誰表示呢 去找這個係數等於1的 把它寫在底下 這句話 然後寫這句 位之數在右邊也是OK的 所以就像剛剛這樣 我們不一定總是要寫 Y等於結X加幾 X等於多少 有的時候你把你要 使用的這個位之數放在右邊 Y等於這個 然後還是這樣可以代 所以就是要靈活的使用 然後 那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這就是代入消去法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